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没有...你现在没有讲 这个要拿做什么 这个要拿 都排不到你 你要去那边 不用停啊 快啦 你又打你 你没有好好讲 还不用... 不玩着 玩 不会的玩在学 你不过我现在没有讲 哈哈哈哈 蛋已经掉下来了 哈哈 哇 真的 哇 拍不到人头 今天要做什么面法 然后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材料呢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这个我们需要用怎样的材料 这边我们有用 葱姜 然后一些青菜 还有鸡蛋 鸡蛋 鸡蛋我们需要用几粒的鸡蛋呢 一人一粒 所以是一共有三粒的鸡蛋 然后呢 还有需要怎样的材料吗 事先准备的材料 OK 然后我们 就已经买了这个 熟透的 几粒牛油果 然后等一下这个几粒就会做成那个 果酱这样的东西 就涂在面包上面 对不对呀 对呀 然后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东西 柠檬 柠檬 等一下我去拿 这柠檬是要放在哪里咧 等我们打碎过后 我们挤一点柠檬汁出去 OK 然后 啊 这个是我们的面包 这个是我们的面包 本来是应该要用那种 什么啊 什么面包啊 本来是应该要用什么面包 本来是要用烤森 可是因为我们买不到烤森 所以我们就用这种 油油面包 把的粥来代替 OK 好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 我们的材料了 接下来的步骤呢 就是要 做什么呢 切油 OK 你要让我帮你做什么吗 切 这个面包 这个面包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做好 如果准备好材料 10分钟里面就可以做好了 真的吗 真的 很快的 来啊 我帮你啦 你要帮你做什么 挖出来 挖出来了 我等一下要把它挤嘛 挤挤 所以先挖啦 嗯 切酱比较好挖是不是 是 比较容易弄碎啊 哦 然后这个 牛油果只是做那个 酱 酱 然后涂在面包上面包 是不是 对 它还是有放一片一片的牛油果在上面 没有 没有啊 只是放酱嘛 嗯 啊 这样就不好吃了嘛 这样就加多一点 加多一点什么 牛 哦 牛油果啊 所以 你放酱啊 还是可以 加牛油果在上面 是不是 可以 要挤嘛 嗯 等一下要放来门先 可以 你来压 压它 压什么 不用给它吃 为什么这个你也放进去啊 哈哈哈哈 等一下要把柠檬汁放进去 然后再 弄碎然后放柠檬汁 嗯 黑哦 不用紧了 接下来就挤一些柠檬汁 为什么要放柠檬汁呢 因为给它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呦 不酸呢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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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OK OK啊 可以吗 Ninja 可以啊啦 不用太细啦 太细吃不到 那个水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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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盐 盐 加一点盐 然后过后我们还会加一点胡椒粉 这个我们切了等一下放了那个驴油果的酱 然后可以把这个一片一片的驴油果放在面包里面加起来 对不对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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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做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做posh egg 嗯 我们刚才讲了哦 就会用三粒蛋 就一粒面包一粒蛋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酱料放在冰箱里面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冰箱里面呢 为什么要把这个酱放在冰箱里面呢 冷冷 不要好吃 哦 OK 好 哈哈哈哈 嗯 Between Research Tru鬆 地 天堡要涼 OK喔 吃吃 天堡要涼 嗯? 天堡要涼 涼涼 好香喔 我的麵包 流血的好香喔 沒有 沒有啊 好香喔 接下來我們要來排這些 把這些菜全部排在麵包上面 然後這個已經是做好了posh day EVER RIGHTS 好香喔 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已经做完我们的面包了 再来吃啊 我们现在已经做完这一个牛油果 还有posh egg的面包了 接下来呢就是要把它 可以关吗 关不到哦 其实我们刚才准备的牛油果 其实两粒大粒的牛油果好像这样子 好像这样子的牛油果啊 如果你要做三粒面包的话 准备两粒就够了 包括这个牛油果的酱 还有一片一片的就够了 我们就准备比较多一点 OK 第一个牛油果面包就完成啦 来 Chef 你想说什么吗 可以这样了 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欢迎 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影片底下留言 然后还有给这支影片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OK 拜拜 拜拜 你拍照了没有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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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讲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欢迎订阅快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要记得订阅按赞 我们下次再见 还有留言 好快点 来再一次 你在吗 嗯 OK 什么呢 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 就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 或是在这支影片底下留言 哈哈哈